罕见疾病的病症和病名 有很多是我们听都没有听过的 就像有一位很美丽的罕见天使 杨玉昕 她的病让她的肌肉越来越没有力气 很多很简单做的事都会变得很困难 但是她很勇敢地面对病魔 每天还是开朗乐观保持她的美丽 一起来看看杨玉昕的故事 36岁的玉昕是新竹市人 她有一个姐姐和一个弟弟 小的时候爸爸妈妈在市场做小生意 他们的经济生活并不富裕 却常常接济比他们还要不足的人 这也造就了玉昕 能比一般人更有爱心 以及更乐观的人生态度呢 有一个印象很深刻的故事 就带我在国家二年级吧 有一天就放学回家 结果呢 就看到我们家来了一个小小孩 跟我们年纪相仿的小男生 我妈就说 我刚刚带这个弟弟去吃蜜豆冰 其实我们家很穷 所以根本不知道什么是蜜豆冰 不过依小孩的直觉 会知道隐约是一种很高级的东西 我们其实就觉得 什么妈妈竟然带别的小孩去吃蜜豆冰 好 那我妈又说 这个弟弟啊 他的爸爸生病了 他的妈妈离开他们了 你们觉得这个弟弟可以来住我们家吗 我们三个小孩听了 可以 然后我妈又说 你吃一碗饭吃得饱吗 我们说吃得饱 我妈又问说 那你愿不愿意只吃半碗饭 另外半碗分给这个弟弟吃 所以我妈是一个很理想主义者 那他也是对人的那种慈悲跟爱心 没有慷慨 所以我们从小到大 你就会感觉 怎么好多人在我们家吃饭 不时有一些老人来我们家吃饭 越长越大 就越了解家里的状况 就觉得说 你们到底都从哪里来的 结果原来都是我妈去找来的 我现在所在的地方 就是于昕的家 很多人都知道 大约三年前于昕结婚了 大家都很关心 他的婚姻和家庭生活哦 于昕的先生孙小智 是台大哲学系教授 年龄大他十三岁 还带着两子一女 婚后的于昕 一下子就多了妻子 和三个孩子的妈妈 这两种身份 他很努力地扮演好自己的角色 孩子们也全心地接纳他 生活就在彼此的尊重 和珍惜当中 越过越有趣呢 一开始的时候嫁给他 叫我都会叫前妻的名字 那一开始我都会跟他说 我不是淑姨 后来有一次我就想算了 他叫我淑姨 我就跟他讲 我来咯 对 问他你要二体合一吗 那时候我一跟他说 你不会觉得这个遗照太大了吗 而且在家人家里面 挂一个那么大的遗照 不是怪怪的 但是他说不行啊 他就是要这样一转头 叫他书房这样一转头 就要看到他太太的照片 这样我说好吧 好吧 那你就高兴你就继续挂在这里 这个死亡是一个也是很大的奥秘啦 就是全家人他三个孩子都在这个 很大的撕裂跟痛苦当中 那我自己人生也经验很大的疾病的苦难 来看哦 这是玉昕先生的衬衫 先生无论是食衣住行 都是玉昕在打理的 结婚前 玉昕只要打理自己就好了 如今结婚之后 他还要帮先生做服装的设计和搭配 对不对啊 对 所以我说我老公常觉得我把他配得很丑 这样 配得很滑稽这样 不过我老公人很好啦 他很随意 我怎么弄他都愿意这样子 亲爱的老婆 谢谢 还好啦 他说他很幸运遇到我 我觉得我也很幸运遇到他 好 我们两个能够在一起就是一种缘分啊 好 那我们两个有共同的理想 我们有共同的生活的这种兴趣 如果我们肯定 爱就是人生最重要的价值 那旁边有一个需要你帮助的人 那你就可以发挥爱情绪帮助他 像他是讲的爱是承担 不是负担 他爱我他承担我的这些不方便 那我爱他 我也要承担他所拥有的全部 长辈咯 然后或者孩子们 那都是很甜蜜的负担 感谢 正吗 OK正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玉昕 今天我们非常开心 又再度在空中相会了 要继续跟我们的罕见疾病的病友 以及各界达人一起来探讨生命的意义 挑战生命的极限啊 你看人活着的最大的意义是什么 就是如果我们真的在有限的人生 我们一定得抉择到底活着这一生要如何活 活成一个什么样的人 那如果有这样的机缘 能够去服务最弱小的弟兄 服务老弱病残 这些最不被人重视的这些人 像我这样 十一住行 你都要靠别人 上厕所要别人 洗澡要别人 然后睡觉要别人 一定要别人才能帮你完成的一个存在 所以这种人其实活着很恐怖 那你怎么样去帮助他 能够肯定这样的生命 活着也是有价值也值得活 那不只是病人要肯定生命的意义 他的家人长时间照顾弱势的人 基本上是也是一种辛苦人 那我觉得有一些经验 我们怎么样从这样囤囤经验里面 去发现好的能量 从中再得出来 这是一个生命能够的争取 而更重要是 让他们能够肯定活着是有意义的 大家可能不知道 玉芯的第一份工作是卖保险 她还曾经做过 唱片公司的企划人员 前几年当起了主播 现在她是广播节目的主持人 她可厉害了 不管做的是什么工作 都可以常常得奖呢 玉芯担任罕见疾病基金会的代言人多年 竟能来接手广播工作 内容依然和罕见疾病有关 她每个星期固定到电台录音 邀请的来宾都是罕见疾病的病友和家属 以及专家学者 还有关心罕病的人士 玉芯希望透过自己声音的传播 让世人对罕见疾病有更多的了解 哇 来宾这么早到 怎么不好意思啊 不好意思啊 这个太客气了 好 我觉得大部分的人不一定了解 她遇到什么问题 那这是桥梁的问题 是媒体的问题 就是媒体可能太少篇幅去发表出来被听见 所以刚好我有一点点媒体的经验 然后自己也是弱势者自己也是家属 所以邀请一些艺人啊 各界的领袖专家学者 能够一起来参与直接的跟最弱势的人接触 那是一种生命跟生命的激荡 也许自然她生命就能够影响生命 生命能够感动生命 好 总而言之谢谢你们从花莲来 也谢谢一安百忙之中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好 我们音乐过后马上回来 我想玉兴也在这方面经历很久了嘛 因为自己也感同身受 像玉兴这样子那么有爱心 然后一路这样走过来这么坚持 是非常难得的 谢谢谢谢 真不敢当啊 我觉得人生都有不同的风暴 有不同的打击 那我们这是老天给我们的一份很特别的礼物 那我们怎么样善用这份礼物 我们要反败为圣啊 我们怎么样化主力为助力 其实我觉得她不但美丽 而且多才多艺以外 最棒的是她有一颗非常非常非常 就是非常好的善性 尤其那个Golden Heart 就觉得像黄金般的性 因为现在黄金是最贵的 比赞是还贵的 所以我觉得她有黄金般的性价 是最值得让我觉得非常赞水 那我有另外一个印象 就是我觉得说她的生活 境遇这么的困难 碰到很多的事情 但是她从来不困难 只有一次 就是讲到她对音乐的一个 一个梦想啊 开始有点破灭 打电话给我的时候 我听到她第一次 也唯一的一次 听到她在电话的那一段哽咽 她说大姐 我对音乐的梦也算是碎 你可能没看过 像玉兴这么有活动力的轮椅族 她和先生这样去参加 生命教育的研习课程呢 一向喜欢思考的玉兴 八年前就开始研修和生命教育 哲学资商相关的议题 她希望未来能够将所学 应用在罕见疾病的个案服务上呢 这又是一个什么场合呢 是玉兴的先生 邀请了许多学友专长的大学教授们 一起来探讨生命教育 从各个角度来探索生命的历程 大家为了钻研生命的课题 都投注了相当的精力呢 不一样的内容 都是各有她独特的丰富的地方 许老伯就跟养宠物一样 这个养宠物啊 就是你高线的时候呢 把她抓来亲一亲 那所以我就意外成了一个宠物 而且不打紧了 她还常跟我说 你知道吗 我娶了你 真是为社会解决一个很大的社会问题啊 为什么呢 就把一个声音障碍者社会问题带回家了 所以我就被收养了 玉兴她本来就是一个很美的人 可是我觉得 如果你再跟她认识多一点 她的心更是一个非常美的人 孝智曾经写篇文章 就说好手好脚的我去娶了玉兴 那真实实况我们当朋友都知道 不是 是玉兴竟然啊 愿意拯救一个心尸走肉的男人 这玉兴说的 这玉兴说的 大家都觉得我讲话蛮幽默 只是我如果看到在玉兴面前 我就作口笨舌 对 真的 然后呢 怎么有一个女孩子是这么美丽 这么可爱这么幽默 嗯 这时候我就要忧他一末了 这个我们唯一能胜过他的 就是我们手脚能动而已 每一个人都有很多角色 有时候你可能是爸爸 有时候你可能是儿子 有时候你可能是哥哥 有时候你可能是弟弟 有时候你可能想当情人 有时候你可能想要做一个 彼此能够互相倾吐心深的知己 那我觉得最棒的夫妻就是 你所有这些角色 可以在这个关系里面 非常动态的得到满足 你想当儿子的时候 他变成妈妈 你想当爸爸的时候 你想当哥哥的时候 他是妹妹 你想当弟弟的时候 他是姐姐 好像可以在这个关系当中 彼此都能够完全地活出来 他的个面 没有虚伪的 也不需要虚伪 不需要戴面具 可以很自然 很真彩 我想用一句座右铭好了 我最喜欢的座右铭就是 我不害怕受苦 只怕我的态度 比不上我的受苦 就我觉得每一个人的一生 都会经验许多的挫折跟挑战 那唯一能够答复 这个挫折的就是态度 人要有那样子的一种坚强的态度 去迎向各种挑战 而且超越它 你就胜过了这个苦难 那才不会白白受了这一场苦 好 好